賴清德必須要清楚地表態 地法院必須強力監督 監察院必須查 而該負責下台的人要下台 3 2 1 恭喜台北市政府正式發行首檔社會責任戰券 監委國境 提到台灣永續發展的領存碑 其實最主要發永續發展在 我想台北市向各界展現我們要永續 而且進行探牌的決心 今天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很高興台北市政府率全國之先 領先中央成為第一個政府機關 正式化牌發行永續發展債券 所以未來我們總目的資金 會用在捷運行件上面 更重要也會帶動捷運網絡周邊 相關快速的發展 市長昨天發國家籍警報的時候 您有沒有嚇一跳 那是不是又在賣芒果乾 發送衛星並不在發送國際警報的範圍之內 昨天卻在選前4天發送國際警報 我想外界都有很多的質疑 是不是在企圖影響全情 動機可異 而且甚至故意把衛星說成是飛彈 不管是從簡訊或是院長在立法院大學 當後來他改口 但是這麼嚴肅的課題 現在整個政府是錯誤擺出 所以賴清德必須要清楚地表態 立法院必須強力監督 監察院必須查 而該負責下台的人要下台 高端疫苗的合約 我想大家討論了很久 當時我就在立法院 衛法委員會後擔任召集委員 所以在整個審查過程 我們再三要求行政院要公開 高端疫苗採購的合約 但是衛福部很顯然 昨天在立法院被詢 一樣不願意公開 所以唯一能讓真相水落石出的方法 就是政黨問題 讓國民黨執政 讓所有過去疫苗採購的過程 攤在陽光下